日立兄農会联赛三天的 一国谈王帝平坎比赛的平信已经有了结果 今天就在農会跟平信的建政之下 宣布四行第四位比赛先进 其中在台队21号这周 是尽量得独到市的地盘 资美和范围都很结设 所以让平信是很坏分出关系 也因为这样 日立兄農会很长官本人的头顶战 来尽量到三个命令 四位平信不断来回去喝老公的煮米 以及上市比平 四个地盘的烹饪至翱雲 在那里向老公的平坎比赛最后一天 台队21号的地盘过程中 出现了四个地盘 和平信南昏南下的总控 在不断PK之后 都会感觉尊重平信的手法 头顶战真加为三个 他们两个各有特色 而且都有被小绿的产丁咬 有一股蛮特殊的蜜香 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四个一起选上来 挑到两个比较好的 又是一个是花香型的 一个是果香型的 那刚好就有很难抉择 可是我们的评审一致觉得 我们有四支茶的品质都非常的不错 是不是可以有三个头等 那一个特等 但我们就按照评审所讲的 那我们茶的品质既然这么好 那我们当然也愿意把这个奖项 把它做提高 经过三天四行地做的品质过程 竟然在公布最后的新结果 在台队十八号跟大厨正两座 由少年帝龙 庄龙普一家得到两个档子 是在最大厉害 今年品账最特别是 他在将农会邀请第一名 美式公地作家 鸭基南来丹人品质 希望可以为这些 谈老板的风味 出现转身的影响 那这一次尤其深刻感受到这一点 就是每一种品种的那个 那个清楚的表现 像我觉得台差十八号 它的整个那个品种风格 然后还有在制成 制造上 制作上面的那个品质 其实已经是世界级的 绝对是世界 因为全世界各地跑了那么多茶区 喝很多茶 我觉得是世界级的 那也喝遍我们台湾 的红茶的茶区 那他对茶这方面的知识 可以说是相当的渊博 那也藉由这样的商业模式 可以跟我们的 一般的我们的专家学者 来做互相的沟通 看未来我们茶的比赛 要走往哪一个面向 对我们在行销方面会比较好 那也希望藉由他的介绍 让我们的红茶 可以发光发热 可以把这一团红茶 行销到世界各国去 今年气候影响公地的风味 但经过公地 敏感过后到顶比赛地 是凭新果保险也好煮味 第一阶段分厂中 红尽众也建议帝隆 要重视暖地的江湖 才会等为 持续地向 公地的好煮味 记者给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